要講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一般女生 就會慢慢的走上更年期 年紀慢慢越來越大 那一般我們均值更年期 大概在51歲 那這裡主要是要講說 卵巢老化會有遺傳的機率 而且機率還滿高的 大概就20左右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之前有個門診的病人 他大概30 38 39歲過來 他來的時候他月經 大概兩三個月沒來 那這種年輕來 我們當然不會去懷疑 他是更年期 大家會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驗個孕 看看有沒有懷孕的可能性 結果驗出來真的也沒有懷孕 他沒有懷孕 他說那我為什麼月經都 在之前就已經開始在亂 我有沒有可能更年期 我說這個年紀要發生機率 其實不高 對 那我說 那要不要我們用抽血 去驗一下更年期指數 那這樣最準 抽血驗了 一個禮拜要報告出來了 真的是更年期 他就想說 怎麼可能這麼早 38 39歲 我說這個就是所謂的 早期衰竭 就有這樣的症狀 那我也也是這樣 這個是會遺傳的 對 然後後來 我們就要去找原因 你今天病人有這個疾病 然後他要去找他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可能 就懶涉體的問題 懶涉體大概就是 你媽媽是這樣子 你就會有這種可能 第二個是環境的因素 你可能你的環境壓力情緒 還有就是外來的環境的 有毒的物質 再來就是原因不明 那很多是查不到原因的 然後後來就問了一大堆 那他作息也不大正常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後來問到 他就可能說 你媽媽可能這樣子 那我就問說 那你有沒有姐姐妹妹之類的 然後他就大概問了一下 然後有些比較近親的 也是月經很早就停 大概四十多歲就停了 所以這個更年期的情況下 是會有遺傳的情況下 有時候有沒有看到鄰居 如果有人在洗腎 鄰居會跟我講 他常常都會說 我媽媽也在洗腎 我哥哥也在洗腎 我舅舅也在洗腎 所以我發現好像這種家族的相關性 還滿強的 那是應該跟他們吃的食物有辦法 其實這原因很多 就是它會有一種家族的相關性 那可能因為我們知道 糖尿病高血壓會引起腎臟衰竭 那糖尿病高血壓 會有一點家族遺傳性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去找到一個基因 就可以直接導致自己洗腎 我們叫做多囊腎的基因 這全名叫自體顯性的多囊腎 在台灣十個洗腎的病人 有一個就是因為多囊腎 而造成的腎臟衰竭 那這種基因其實它的遺傳性非常強 你父母只要其中一方 他有具有這個多男生的基因 小孩子不管是男生女生 得到的機會是一半 他就一半的機會拿到這個基因 那你拿到這個基因了之後 你又會有一半的機會 變成嚴重的疾病 那所以就是他的小孩 就有四分之間的 就是他每生 可能每生四個小孩 他一個小孩 到處都就是會洗腎 我們的基因又分成兩種 就是PKT1跟PKT2 那運氣不好拿到PKT1的這個基因的話 大概在五十幾歲 就末期生存節就開始洗腎了 那如果是PKT2的話 大概還可以拖到七十幾歲 才開始洗腎 那我就有個病人 三十幾歲而已 他是南部人 然後他就自己 到台北來工作 後來他就覺得就越來越累 然後常常就沒有什麼精神 然後小便的泡泡又一大堆 後來他就來到我們診的時候 我們就檢查 他超音波一勺 他整個腎臟裡面都滿滿的水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右邊那個圖是多囊腎的病人 有那個紅色光框起來 他那個 你看他的腎臟是無比的巨大 那左邊的那個是正常的腎臟 所以大家都常常聽我們在講多囊腎 到底多囊腎 到底會大到毒他身口 而且這種多囊腎 他長得滿順的 但是他是大而無用的 他那麼大顆的腎臟 但是他沒有什麼代謝解毒的功能 但我這個病人三幾歲而已 他就長這麼大顆了 其實我們也很少病人才30歲 他就長這麼大顆了 後來我就問他說 你父母親有沒有腎臟方面的問題 他說有 就是他爸爸已經在洗腎了 然後他叔叔也有在洗腎了 他媽媽那邊好像沒有問到什麼東西 我就說什麼原因洗腎你知道嗎 他說不太清楚 好像腎臟有長水泡之類的 所以大概就問一問大概就知道 他這個就是被遺傳到了 後來我就去幫他 又再幫他做那個基因的檢定 他真的是運氣最不好 他是PKT1 PKT2 他兩個同時都有 同時都拿到最差的 兩個都突變了 所以兩個都突變才三幾歲而已 腎臟就已經長了接近20公分了 其實他沒有脫沒有多久 大概只治療個兩三年而已 他就開始洗了 當然他連肝臟裡面都是水泡的 因為其實這種的水泡裡面 他除了在腎臟裡面 他往肝臟跑 還會往心臟跑 往腦袋瓜裡面跑 造成腦部的動脈瘤 他好像裝了兩顆西瓜在裡面一樣 然後到時候開刀 把他兩個腎臟都摘掉 所以這個要換腎嘛對不對 對 這個要換腎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你換腎 我們要五等瘳才能捐 清廚裡面可能 你還要再去做基因篩檢 清廚如果帶有這個基因 再捐給他的話 那也沒有用 但他就只能等 去等人家捐腎這樣而已 心臟科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最有遺傳相關的 大概就是 膽霧醇跟高瘦 那高瘦剛剛各位有提過 那膽霧醇我這邊要提 就是說膽霧醇 一般來講我們門診看到 如果你抽血有膽霧醇偏高的情形的話 通常七八成 家屬都有一些高膽霧醇的問題 那尤其我這邊要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說我們這邊講的膽霧醇 其實嚴格來說 其實膽霧醇是有分兩種 一種我們嚴格定義的 家族性膽霧醇血症 其實是指某種基因的異常 造成的遺傳 那種膽霧醇會非常高 會比我們一般看得更高 有時候甚至可以看到 上千破千的膽霧醇 那種是從很小的時候就發病了 那種遺傳機率比較低 大概50% 不過那種是非常嚴重 可能從小就要控制 因為那種 我們講最嚴重的那種 家族性的膽霧醇血症 它會 那所以我們一般人 就還是飲食運動加藥物控制 可以把它控制得比較好 那不過我今天要分享的案例 是比較特別的 跟膽霧醇比較沒關係 因為我想這個 大家就滿常看到的 我們分享的是 另外一種遺傳性疾病 是比較罕見的 這個叫做 不是想說心臟變化 好像變得比較強壯 沒有 其實心臟變化反而危險 因為當你的心臟病 變得太厚的時候 你可能會壓迫到 主動脈的出口 就是我們血液要打出去的地方 嚴重的時候完全堵住 你人就 所以我跟分享一個案例 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其實年紀很輕 那年輕男生他沒有什麼 之前沒有什麼特殊的疾病 但最近的話稍微活動 稍微迅速一點 稍微跑一下 就覺得很悶 很不舒服 胸口悶 甚至有幾次他是 跑到快要暈倒了 那其實心電圖X光 沒有看到太明顯的問題 但是如果超音波 就很明顯發現 他心臟的中隔 就心臟病真的特別厚 而且已經有點壓迫到 那個出口了 當然沒有到那麼嚴重 但是已經有點趨勢了 那因為這個病 我們講肥弱性心境病變 他發生幾率是千分之二 但是如果你這個人有的話 你家族有的機會 至少是10%到20% 所以幾乎你去搜尋 家族相關的人 通常都有可能會發現 一個到兩個類似的案例 他就去問他 他發現才知道說他的爸爸 就等於他叔叔 他爸爸有一個弟弟 很小的弟弟 但是很年輕就走了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突然打下去就救不回來 當然以那個時候的年代 沒有辦法去確認那是什麼病 不過其實就他的這個 遺傳因子來看 很高的機會可能也是這種 我們講肥弱性心肌病變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這個患者講說 第一件事情 我要請你家裡面說 你爸爸媽媽等等 尤其是男性 全部都要來做一個檢測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能要開始服用一些藥物 去讓那個心臟的 壁不要再增厚 第三個 你開始不能做太劇烈的運動 這沒辦法 你先天就是這樣 你做劇烈運動 可能會有 第四個跟他誕書說 如果將來 將來你的心事壁 厚到一定程度 已經完全阻礙你的出口的時候 可能要考慮開刀 然後就要把那個打薄 像我們頭髮打薄一樣 把那個心事病切薄 刮定就好 對 可以 那或者是說用心導管的方式 把那個心事壁給他 就用一些特殊的術食 把它弄薄 這是一個特殊計算 就是他的心臟沒有做什麼事 他肌肉就是很厚對不對 對 所以 並不是跑得很快會幹嘛 所以這個疾病 它其實有統計是 就是你當三十歲以下的人 我們偶爾會看到一些 包裝雜誌 三十歲以下突然 破了沒擊 就倒下去就死掉了 這種人去做去 都要去做解剖的話 大概第一名就是因為 肥肉性心肌病變 所以它是年輕人 猝死的第一名的原因 所以要特別小心 所以有聽過那個運動員 跑著跑著就死掉了 對 很多都是運動員 因為他有 他不知道 他就做劇烈運動 其實他是不可以這麼激烈 他不知道嗎 我最近剛好拍了一部電視劇 然後剛好跟醫學相關 然後我剛剛聽幾位醫生在講 就是我知道一個資訊就是 台灣今年剛好是這個 大概十年來 器官捐贈意願機率最低的一年 對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一些器官 就需要別人捐贈 那你真的有得等了 還是要把自己的器官給顧好 對 那我自己是有心臟病 因為我家族就是 我們家族 譬如說從爺爺奶奶開始 到爸爸媽媽 我們就是也許不常見面 但是見面彼此問候 通常都是在聊 最近心臟痛不痛 就是 譬如說接到媽媽電話 就問他說你最近好不好 對不對 那我媽媽就會問他 這兩天心臟比較痛 這樣子 對 那不用去檢查 應該知道差不多這樣子 是遺傳的 對 那我那個時候 就是第一次知道 自己心臟方面有 問題是我去當兵體檢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是重度近視 所以就是我們做完 那個體檢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做好 去當兵的準備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 跟朋友辦什麼 告別式這樣 這個機器出去玩嘛 對不對 可是最後 最後就是大家再相聚這樣子 結果有一天兵單來了 緊張 打開兵單 不用當兵 那不用當兵為什麼說 那一定是因為近視 我近視太深了 不用當兵 可是一看 又不是因為近視的關係 他寫的原因是 心事辦膜壁所不全 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後來有機會又去跟醫生 就是說諮詢什麼的 他說你這個心事辦膜 必所不全的就是你蓋子蓋不緊 然後血液會逆流 所以你會心痛 那我心痛的時候 痛到是那種 你要用力去垂自己的胸口 然後 這是對的嗎 破了腿 不是 這是太痛了 因為太痛 所以想說敲一敲空 看從外面有沒有辦法治好 你不要吃嗎 沒有 也沒有吃癢 那我去問醫生的結果呢 醫生是跟我說 你的心事辦膜壁所不全 你可以去換那個人工辦膜 對 然後它蓋得起來 血液不會逆流 你就不會再心痛了 對 那我就想 這樣子 動心臟手術耶 也不是一件小事情 那還是得問清楚 那問醫生說 是不是動了就沒問題了 醫生說當然 動了就沒問題 你心臟就不會痛了 那不動呢 但是他還有一個探視 他說這個伴膜 好像每隔五年或十年 得再換一次 就是你心臟得再開一次刀 通常一般人 心臟受不了動兩次刀 然後就說 那這樣我不是只能活十年 聽說的 後來我跟醫生討論就是 我只好靠自己的修為 去保護我的心臟 那也許就是 但是不能有激烈運動 然後或者是平常的作息 飲食 都要小心 人家常常講 我們當時一有病 就覺得我怎麼會有這種病 後來久了 就醫師講的 你就醫師常常講 一定要風涼化 你就跟他共存 對啊 聽他就說共存 後來事實上就是共存 對 學習跟他一起這樣 對 一起 就是在你身上的一部分 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